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不瞎卑鄙讲的是一个神奇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比较神奇 我之前有出一期节目就是使用松下的ZS110 使用光影闪搭配闪光灯出去拍菜的一个活动 那么这期节目的目的主要是讲 如果你可以使用闪光灯来创造比较好的光线的话 那么即使是画幅比较小的卡片机 也是可以拍出来不错的照片的 如果关注过相机新闻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们近几年来智能手机的市场发展得非常地快 各大相机厂商它的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其实是这种便携的非常小巧的卡片机 并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单反非常专业的相机 由于这个智能手机的发展 拍照的功能越来越强 像素越来越高 那么这些便携的卡片机 它的市场就一直被蚕食 市场一点点萎缩 所以说这些大的相机厂商 它的主要的收入来源也一点一点的萎缩 那么既然智能手机这么流行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使用智能手机 搭配闪光灯来拍摄不错的照片 手机其实是没有办法隐闪外置闪光灯的 因为这个后边你可以看到 这个镜头旁边的闪光灯 其实它只是一个LED的灯泡 比如说你打开这个手电筒 对吧 它其实就是一个长亮的LED的灯泡 那这种长亮的LED灯 是没有办法隐闪任何的外置闪光灯的 那么不同于手机 就即使这么样一个很小的卡片机 它上面所携带的这个小的闪光灯 是具有灯管的 这个灯管它发射闪光是一瞬间的 所以说它有足够的能量 去隐闪外置的闪光灯 所以其实手机去使用外置闪光灯 在之前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产品 就是 神牛的A1手机闪光灯 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手机从此就可以隐闪外置闪光灯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神牛的A1手机闪光灯 到底是怎么玩的 好 我先放来一个目标 这个外置的闪光灯 是通过蓝牙与手机连接 并且使用神牛自己的一个APP 通过APP蓝牙连接这个闪光灯 我们就可以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把这个闪光灯引闪 那么就可以使用闪光灯来进行摄影的创作 那么来看一下怎么使用这个东西 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外观 你可以在边很清楚的看到 上面这个灯管 它是跟我们这个卡片机的灯管 你可以看到是很相似的 对吧 所以说它这个灯管 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闪光灯的灯管 那么下面这边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LED的灯 那么我们通过上面这个按钮 长按它就可以把神牛的A1打开 那下面这个LED灯呢 是可以通过上面的这个按钮来打开的 那么打开以后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长亮的灯 那么上面这个按钮呢 一个闪电的标志 就是一个测试闪光的按钮 那我按一下 如果你们幸运的话 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闪光灯 发出了这个闪光 那么右侧呢 这边是一个转盘 当你拨动这个转盘的时候 可以看到有两个菜单 第一个菜单是当前的闪光灯的模式 和一些闪光的信息 再拨动一下 就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频道 Channel 1和这个神牛A1 手机闪光灯的电量 那因为它是一个内置锂电池的 它并不是使用一个外置电池 内置锂电池 所以说它其实是有一个电量的 那在侧面呢 这边是有一个USB Type-C的接口 那这个接口可以更新固件 也可以用来充电 那如果它没电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接口来充电 那么上方的这个小孔呢 它其实是一个 闪光灯的银闪的接口 这个用过闪光灯的人 应该都知道这个接口是干什么用的 在这个波轮的中间呢 是有一个set按键 点击这个set按键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下方 这个出力的下方 会有一个闪月的线条 这时候你就转动这个转盘呢 就可以调整这个闪光灯的出力 再按一下就确定 长按以后呢 可以调整当前的这个闪光灯的模式 我们现在用的是手动的 model time menu 那按一下set键 它出现一个闪动的下滑键 再拨动一下 可以变成A就是自动的 我们再确定长按就可以回去了 这时候按set键拨动的时候 是调整的曝光补偿 因为它现在是自动挡 下方这边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个标准的三角架的接口的 那如果你想要 把这个闪光灯立起来的话 当然是可以使用这个接口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用手机来连接 这个神牛的A1闪光灯 那我现在拿的是一个 iPhone 7 Plus iPhone 7 Plus 连接神牛A1的方式很简单 那我们首先打开蓝牙 然后打开神牛 这个Godox Photo这个APP 这个就是神牛的 Godox Photo的主界面 那么我们通过点击这个蓝牙 然后这边下面就可以自动找到 我们这个神牛A1的影响器 我点击它会让你提示输入密码 我们默认的密码是60 那么现在就连接上了 上面中间这个闪光灯 我们点击打开 这个界面呢 就是专门用来遥控 外置闪光灯的出力的 那在神牛的A1闪光灯上呢 你就要长按 在这个彩蛋 我们看到现在的模式是M 我们给它调整成A 同时旋转 拨盘可以看到 现在是Channel1 当然你可以在这边调123 总共有32个Channel 我们现在就是默认的1 再旋转以后呢 我们这时候可以设置Group 我们现在就把Group设置成A 这时候这个闪光灯 就是Channel1 GroupA 那么在手机的左上角呢 就可以点击设置我们当前的频道 那么因为刚刚设置的 这是频道1嘛 所以说我们就设置成1 那么下方的这个GroupA 就是控制我们刚刚设置的 这个神牛的A1 手机闪光灯 这时候我们把它设置成 自动回退 我们点击左上角的这个相机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 照片拍摄的界面 那么这个界面呢 下方有一个快门按钮 那么在拍摄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点击对焦 然后点击拍摄 这时候呢我们使用的是 一个TTR的模式 就是说它会闪光闪两次 进行一个侧光 然后再进行拍照 这时候它就会自动曝光 那么我们点击左下角 就可以看到刚刚拍摄的照片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张照片呢 它这个光线方向是从右边的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神牛A1的 手机闪闪器 发出了这个闪光灯的光线 当然了这个我个人 比较习惯于使用手动闪光灯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 可以来调整闪光灯 把我们的GroupA 调整成手动模式 这时候在这个上方呢 就你可以手动的去调整 这个闪光灯的处理 那么左右滑就可以 一档一档的来调 那么或者是按上下按钮 可以三分之一的档位来调 这时候我们再回推回去 打开相机 那么拍摄前先对焦 再拍摄 这时候它就只闪了一次 因为是手动闪光灯嘛 这时候我们点开看 可以看到因为手动闪光灯 它需要你去知道 到底处理多少 所以说现在过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来仔细的调整 里面的东西 画面的右下角 是有一个齿轮 你点开以后会出现 上下有两个选择参数的地方 那么下方呢 这个是选择相机拍摄的 快门速度 这边的最高的快门速度呢 只能选择三十五分之一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手机银闪 所以说它可能是有一些 约束有些限制 所以说最高的快门速度呢 只能是三十五分之一 还是比较可惜的 那么我们慢一点呢 可以达到五分之一最慢 还是为了防止过报呢 我们可以设置成三十五分之一 上方呢 这边是选择ISO 我们现在选的是ISO25 那我们可以再选择亮一点 像一百二十五或者是一千两百五 那么为了防止过报 我们肯定是选择最低的ISO25 因为我们的手机的镜头的光圈 都是固定的 所以说没有选择光圈的界面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拍一张 再看一下 那还是过报了 说明我们当前的这个闪光灯的出力 还是太高 那么右上方呢 这边可以直接点击进入修改 闪光灯的参数 我们调的最小 就是说我们再回去 再拍摄一张 可以看到还是很亮 没关系 我们这时候把闪光灯 挪得远一点的话 我们再拍摄一张 好 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画面是曝光正常 这就是如何使用手动曝光 那么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拍摄的照片 这个阴影非常的硬 是因为我们的神牛的A1的闪光灯 它是一个点光源 就是很小面积的点光源 所以说它产生的阴影就会非常的硬 但是我现在在拍摄的这个环境 是在一个柔光箱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反射 把这个闪光灯往天上打的一个反射 来产生一个非常柔和的光线 那我们可以现在来试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神牛的A1的闪光灯往天上打 我们这时候再来拍摄一张照片看一下 好 那么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往天上打这个闪光灯 所以说它这个画面非常的暗 因为当把这个光线往别的地方进行反射的时候 它这个光线衰减的程度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闪光灯的出力调的高一点 我们可以调到1%吧 再拍摄一张 好 那可以看到还是比较暗啊 没关系 我们再再调一下调到1分之1处理吧 哦 可以看到有点过曝了啊 再调一下 我们可以再这样一张再拍摄一张 好 那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拍摄的这个相机呢 它的这个光线就比较柔和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往天上打 那现在在这个柔光箱里它可以反射这个光线 所以说这个光线比较柔和 除了这两个控制呢 左上方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是一个白平衡的设置 你可以设置成闪光的白平衡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就是只有闪光嘛 所以说设置成闪光的白平衡比较好 那么你设置成别的白平衡的模式 你拍出来的照片呢 就会偏黄或者是偏蓝 这个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置 或者是设置成自动 它就会自动根据现场这个拍摄的情况来设置白平衡 但是呢 因为神牛这个软件呢 是没有办法支持RAW的 现在只是拍摄JPEG 我相信之后神牛肯定会更新支持RAW 那么在最上方 这个是打开手机的这个不光灯 然后中间这个是倒数计时 右侧是使用前置摄像头 但是使用前置摄像头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支持闪光灯的 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支持闪光的 右上角的这个闪电呢 是告诉你现在充电完成了 就是你可以进行闪光拍摄 所以基本上这个主界面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如果只用这一个小的闪光灯 肯定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 因为太小了 拍人嘛也不行 但是呢 它这个神牛的A1的闪光灯 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中继器的 可以通过手机连接神牛的A1 并且这个时候呢 A1闪光灯可以通知外置的这种 神牛的大的闪光灯进行影闪 这个就可玩性就很强了 因为你像这个就是V860 包括很多其他的神牛的 带X1 无线电影闪系统的闪光灯 甚至是包括一些影棚灯 都可以被这个神牛的A1闪光灯来影闪 其实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刚才我们不是设置了神牛A1的这个 Channel和Group吧 使用这种外置的闪光灯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把当前的闪光灯设置成 神牛的无线电影闪从属模式 这边你可以看到可以设置成 这个是ETT2 因为它是一个佳能的闪光灯 再点击一下是佳能闪光灯主控影闪 变成红色的背景 就是从属影闪 再点击这个变成一个无线电的标志 就是神牛的主控影闪 再点击变成红色背景的话 就是神牛的从属影闪 我们现在设置的是Channel1 我们设置成GrooveB 那么在手机上直接点击GrooveB 就可以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调整手机的时候 闪光灯上是直接有反应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闪光灯 当做一个外置的影闪的闪光灯 我现在就把这个闪光灯往天上打 同时把这个闪光灯作为一个轮廓光 放在旁边 我们来拍摄一张照片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调的低一点 点击 拍摄 好 有点爆啊 我们再出去把这个闪光灯给调的低一点 因为这个外置的闪光灯 其实这个处理非常的大 所以说我们可以再调的低一点 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集体的去设置 下面所有的闪光灯的处理的 好 他们现在拍摄这张照片 你可以看得出来 有下方很硬的这个阴影呢 就是由上方的这个神牛的A1 手机映闪器造成的 但是呢 在这个阴影里面又有一个非常柔和的这个阴影 就是由右侧的神牛的V860往天上打 往这个柔光箱上面打 所产生的一个比较柔和的光线所引起的 可以看到通过神牛的A1影闪器呢 我们是可以影闪这种外置的大的闪光灯的 这个就是整个使用过程了 那我其实有专门带过这套东西去出去实拍过 有拍过这个服装 有拍过人 有拍过菜 之前ZS110那期节目 我最后说要使用手机来拍摄 就是使用这个神牛的A1的闪光灯来进行拍摄 具体的使用感受呢 其实是跟 其实是跟一般的相机使用手动闪光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只不过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有的操控呢 就是比较麻烦 必须要点到这个闪光灯菜单里去操作 因为就是每次拍摄一张以后呢 再点进去 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慢的 所以说整个工作流没有那么流畅 但是基本上使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呢 因为它毕竟这个手机啊 我们这个CMOS还是比较小 那镜头再好呢 即使我们在ISO25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这个ISO25啊 就是相机上根本就没有这种ISO 在这种情况下呢 由于这个画幅太小 即使说打闪光灯 把这个现场的光线照得非常充足的情况下 我会放一张照片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衣服纹理的细节啊 还是丢的非常的多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这个手机啊 它的CMOS真的实在是太小了 即使光线非常好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呈现的画质呢 是完全没有办法跟相机 哪怕是卡片机来进行比较的 所以之前我那期GS110那期节目呢 还有我之前那期GF9 那期节目很多弹幕说 你这个拍摄出来的画质还不如手机 我只能说 这些人真的是说话不过脑子啊 一个M43画幅的相机 在同样的情况下拍摄出来的照片 怎么可能连手机都不如呢 这些人肯定是没有在这种光线的情况下 使用手机拍摄过 他如果拍摄过的话 他肯定是知道 手机在那么暗的光线的情况下 可以说基本上拍不出来很好的画面 基本上噪点就是一大堆 或者是因为这个手机的CMOS比较小 它涂抹的算法会比较重 基本上细节都已经丢完了 那我之后还会出一期 手机来对比一英寸的卡片机 我们来看一下 在各种光线情况下 它这个画质的对比 不用看也知道 手机的画质肯定是没有办法 跟相机进行比的啊 所以说这个是 其实说使用闪光灯以后呢 我们也并不能获得一个 非常好的画面的画质 之后呢 就看这个沈牛会不会更新 这个软件的RAW支持 我们再来看一下 拍摄RAW以后 这个画质会不会有提升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拍RAW 只能拍JPEG 所以说它特别容易的过曝 只要这个闪光灯 稍微亮一点点 它就会过曝 因为我们的JPEG的 这个宽容度 一般只有八个EV 有八档左右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拍摄的这个照片 都是欠爆的 通过这个后期软件 把它给提亮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这个画质的损失 肯定是更加厉害的 所以说这样一套系统呢 确实是比较轻巧 玩起来也是比较好玩 尤其是像我这种 比较喜欢闪光灯摄影的人 但是呢 这样的画质呢 是没有办法完全的 跟相机即使说卡片即比 虽然说我们现在 很多拍摄的这个照片 是在微信 或者是朋友圈 或者是公众号 或者是新浪微博上面发 但是呢 这个画质太差的话 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买一个这个东西玩一下 毕竟它也不是很贵 我个人觉得不是很贵 大概400块钱 如果你不想买相机的话 你恰好有一个iPhone 因为现在这个神牛的这个APP 暂时是只支持iPhone 想要去学习 怎么样去打光 怎么样去使用闪光灯 怎么样去曝光的 一些基础知识的话 还是可以买过来玩一下的 但是说 如果打这个去干活的话 恐怕是有一点够呛 只能这样说啊 反正我后期是 有专门的节目实拍 去使用这个神牛的A1 拍菜啊 拍人啊 甚至是拍摄一些室内啊 使用超广角镜头 那到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具体的实拍的过程中 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今天的节目大概就这样吧 反正大家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嗯 好了 拜拜